欧巴马总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本周末在南加的会晤吸引全世界的目光 除了会晤的时间点非常突然外 会晤的地点和形式也引发讨论 这次的欧习会最终选定在南加的一处庄园内进行 这种不达领带的庄园外交形式 更展现美中关系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事实上庄园外交在国际政坛上并不少见 轻松的场合 优美的环境 可以令国际政要间打破国家博弈的冰冷态度 更好地建立死人关系 并就更广泛的话题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尤其是美国总统们更是热衷于庄园外交 比如著名的总统度假地大卫营 就是上进最频繁的庄园外交地点 艾森豪总统就曾在这里 与前苏联领导人赫鲁雪夫会面 令当时剑拔弩张的美苏关系得到缓和 除了大卫营之外 小布希总统自己家族的克劳福德庄园 也是著名的庄园外交场所 这里接待过数十位外国领导人 而此次欧席会的场地 安德布克庄园也是来头不小 曾有七位美国总统来此造访 对于此次欧席会为什么会选择在这里 白宫发言人曾给出回答 他组织过亚外交通关系 在最高的地榜上 他的事件上是 我們也會期待 但因這樣的答案 顯然不能令人滿意 因為事實上從華府非北京 與從洛杉磯非北京的時間 並沒有差多少 為此有很多分析人士表示 這種安排事實上是體現出了 美中關係的特殊性 有消息稱 歐習此次會面 將有很多單獨交談的機會 兩位領導人甚至會在一起散步 聊天 吃早飯 這些都是前所未有的 非常少見 因為中國這個制度上 有些關係 他們是集體領導 也不是一連串的東西 而且你個人的想法 也不一定能夠貫徹到政治上 所以中國是比較少的 所以這次不一樣 因為這次習近平的風格 跟以前不一樣 他認為他有新的做法 美中兩國政府換屆後 高層的首次會面 沒有樂儀隊 沒有禮炮 卻是在一處莊園中安靜地進行 這似乎透露出一種信號 美中關係發展將更加務實 雙方會談的內容比形勢更重要 因為我們自己要過來 可以說 嗲到